男人在回房间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个浑身苍白的怪物正倒挂在天花板上 不停地挖他们家的房顶 他急忙让藏在柜子下的两人不要发出声音 但小男孩却在这时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这时他们再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 怪物突然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 眼看情况危急 男人急忙拿过旁边的水枪 抢先一步向怪物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一枪干掉了怪物 但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恐怖的嘶吼声 罗伯特急忙打开窗口一看 暴怒的夜魔首领 已经将附近的所有怪物全部召集了我们 而他现在还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抓回来的那个女夜魔 而此时外面的夜魔大军已经包围了房子 他们顺着墙壁开始盼爬 然后从刚才被掏开的屋底 成群结队地跳了进来 罗伯特急忙让女人和他儿子藏进实验室 就在他锁好最后一道门的时候 女人突然惊讶地发现 他们之前用降温疗法的女夜魔 正在逐渐恢复人类的一部分特征 也就是说 罗伯特已经找到了治疗夜魔的正确方法 但老天好像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 夜魔大军也在这时全部冲了进 罗伯特想要尝试着和夜魔首领交流 但这却越发激怒了对方 开始更加疯狂地撞击防弹玻璃 大门很快就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缝 就在三人以为要彻底完蛋的时候 夜魔首领却突然停止了攻击 随后在罗伯特惊讶的目光中 夜魔首领突然用自己的鲜血 在玻璃上画出了一个蝴蝶形状的图案 罗伯特这时终于想了起来 在他抓回来的女夜魔身上 也有着一个相同的蝴蝶印记 原来夜魔首领一直以来 都只是为了救回自己的女儿 于是罗伯特缓缓放下了手枪 然后拔掉了女夜魔手臂上的树叶管 在女人不解的目光中 他决定赌一把 将这个女夜魔还回去 在大门被打开后 罗伯特义无反顾地带着女夜魔走出了实验室 夜魔首领果然没有伤害他 而是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罗伯特随后告诉夜魔首领 他要去拿病毒样本给他女儿注射 眼看周围的夜魔开始蠢蠢欲动 夜魔首领立即发出了阻止的嘶吼声 紧接着他将病毒样本 重新注射进了女夜魔的体内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罗伯特 已经被震惊和怀疑彻底取代 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 全都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自以为事 夜魔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物主 他们不但出现了社会集群特征 还诞生了和人类一样的特殊情感 他曾经以为夜魔残忍丑暴 全都不应该存在 紧接着拿上猎枪 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杀戮 随后打着正义的旗帜 对他们进行解剖和研究 但在这些夜魔的眼中 他才是那个冷血无情的恶物 在影片的最后 夜魔首领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他只是救走了自己的女儿 罗伯特也顺利离开了这座城市 去寻找人类可能还存在的幸存者基地 不过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那就是在夜魔首领冲过来的最后一刻 罗伯特把女人和他的儿子 送进了实验室的逃生通道 而他选择了和夜魔首领同步于尽 但相较而言 我还是更喜欢第一个结局 因为他留给了观众更深层次的反思 爱从来都不是人类的专属特权 它存在于每个生物的基因深处 但人类总是喜欢用自己的主观想法 去定义世间的一切 之前是恐龙和更远古的生物 现在是人类或者已经出现的夜魔 没有谁比谁更加高贵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宇宙的转瞬之族 不在习近有限不在习近有限不在习近有限的